据新华社消息 5月23日上午 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禀运载火箭发射摇杆33号卫星 火箭1 2级飞行正常 3级工作异常 根据测量数据监视判断 火箭3级及卫星残骸已坠落 卫星发射失利 故障排查及有关处理工作已全面展开 中国航天发射活动进入密集期 但最新一次的发射备指已经遭遇失败 北京时间5月23日6时49分 中国在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禀运载火箭将摇杆33号卫星送入太空 据悉 此次发射是中国航天自2019年以来的第9次发射活动 按照惯例 一旦火箭成功入轨 中国主流媒体人民日报 新华社等便会对外发布通稿 一般距离发射时间不会太长 但今次上述发射活动已过去近7个小时 仍未见有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摇杆33号卫星的发射活动已经失败 原因在于火箭三级二次点火失败 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中国摇杆系列卫星专指冠以摇杆某某号卫星 是指利用摇杆技术和摇杆设备 对地表覆盖和自然现象进行观测的人造卫星 北京方面始终称 摇杆系列卫星主要用于国土资源勘查 环境监测与保护 城市规划 农作物故产 防灾减灾和空间科学试验等 自2006年4月27日发射摇杆1号卫星以来 中国已成功发射摇杆1号至摇杆32号全号段系列卫星 至少32颗 距今最近的一次是在2018年10月9日发射的摇杆32号01组卫星 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 西方情报机构多认为 中国摇杆系列卫星多与军用间谍卫星有关 中国方面则始终保持沉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